如何正确清洁iPhone萤幕和边框? 苹果提供详细建议 避免家用清洁产品对萤幕玩膜造成损害 iPhone机种的背面玻璃或相机 区域周围采用高级雾面质感玻璃 在日常使用中 iPhone的雾面质感玻璃可能因为接触到物体 例如牛仔布或口袋中的物品 而出现材质转印的迹象 材质转印可能类似刮痕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可以清一清除的 针对首次搭载钛金属外框的 iPhone15 Pro和iPhone15 Pro Max 皮肤上的油脂可能会使外框短暂变色 只需使用柔软 微湿不起毛续的布轻轻擦拭iPhone 即可让外框恢复原状 如果iPhone不慎接触到 可能留下污渍 或造成其他损害的物品 例如灰尘 沙子、墨水、化妆品、肥皂、清洁剂 酸性物质或食物 货乳液请立即进行清洁 请按照以下准则进行操作 一、拔掉所有连接线并将iPhone关机 二、使用柔软 为湿不起毛续的布 例如是颈部进行擦拭 三、避免让水进入任何开口 四、除非按照iPhone消毒指南 请不要使用清洁产品 五、不要使用压缩空气 iPhone表面附有一层抗质纹和防油 拨油性外膜 清洁产品和粗糙材质可能会损害这层外膜 甚至刮伤iPhone如要清洁iPhone 您可以使用70%以柄纯酒精擦拭布 75%以纯酒精擦拭布或Clorex消毒擦拭精 轻轻擦拭iPhone的外部表面 请勿使用含有漂白剂或过氧化清的产品 同时要注意避免让水进入任何开口 并且勿将iPhone浸泡在任何清洁剂中 经过这些小提醒 您的iPhone将保持前进闪亮 而不会受到损害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